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华静就阿米的阿米秀 今天非常庚幸的请到了我们Ebay的业务的总监 我们的核国波Cellvin 今天特地来坐这跳坑 Cellvin,跟大家打招呼 Hello,大家好,跨境电商的朋友们,大家好 Kevin今天特意来给我去接受我的考问了 那我就单刀职务了 Ebay今天打算干什么 你看去年很多人在友商平台 其实断手断脚太多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有一些朋友 而且比例相关高 在Ebay其实取得不错的成绩 那Ebay今年准备干什么 我简单这么说 从两个层面来说 米哥的这个问题吧 因为整个跨境电商这个行业 目前最大遇到的这个挑战 可以说是这个人才缺口这块 因为我们在过往的这几年 在这个新卖家进驻的过程当中 通常新卖家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个 属手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人员 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或者帮我们做这个照片的工作 所以从一个非官方层面的 这个数据的一个统计来说 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生态链 目前在中国这个人才缺口的数量有 四百五十万 四百五十万的人才缺口 对所以这个数据其实蛮巨大的 当然这不不仅是局限在平台操作 也没有人这个成本 而是说这个生态链里面涉及到的各个环节 比如说物流板块的 比如说这个财务啊 甚至说相关其他所有仓库管理的各种类型的这个生态链里面整个 total的一个数字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这个 eBay这个平台作为一个跨境电商行业里面的一个鼻祖的一个公司 我们做的动作会比较超前一点 超前一点什么意思 我们在想办法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最源头的这个人才 这个短缺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2月份在这个青岛举办的一个叫跨境电商人才峰会 这个峰会其实出席的这个这个单位有超过200个 200个全国的这个高校的这个负责人 然后我们来探讨怎么样一起来解决这个人才缺口的这个问题 那么也参与了一个叫中国跨境电商人才艺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就把每年的12月20日这个事件定为是跨境电商人才艺这么一个事情 为了就是说更大力的推动号召全国的这个高校 他们参与到一起来解决这个跨境电商人才这个缺口这个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在19年针对这个人才缺口 我们将会把eBay的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课程 会跟全国的这个我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几十到上百家的这个高校做一个深度的这个合作 怎么样深度法呢 我们这个合作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就是说把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 这个运营的一个课程集入到他们的这个 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毕业生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在他们毕业出来之前 让他们基本了解到 熟悉到这个eBay这个平台的一个操作 让他们出来之后就直接可以到达 跨境电商的企业里面去 去这个这个开展他的这个工作 第二种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课程 进入到高校里面的这个可以学分的这样一个做法里面去 然后让大三大四的学生 他可以选修eBay这个跨境电商这样一个课程 作为他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学分 这个就是体现在eBay在这个怎么样去帮我们这个行业 来做解决这个人才缺口的这个源头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19年重点去做的一个动作 平台来做人才教育储备 那这个意思 我听到很多是培训公司去干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行业里面新进驻我们平台 一些新的卖家 刚才米哥姐提到 我们对新卖家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器的一个政策 对 那么今年我们对新卖家其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器 其中有涉及到钱的服器 然后涉及到流量的服器 当然这里面可能分到不同的类型的这种补贴的项目 比如说还有产业大的这个服器 我挑一个产业大的服器出来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产业大的服器包括 我们在广东地区来看吧 像我们在佛山我们服器里面两个产业大 第一个就是说小家电的 是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家具的 是 我们条件比较简单 只要你是在这个佛山这个区域里面的是做这个小家电 或者做这个家具的这个企业 在今年进驻Ebay 我们都会对你有补贴 那补贴的形式会体现在 比如说你进来之后 然后你是卖这类型的产品的话 那么你的成交费 我们会补贴你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最高的有去到50%的成交费的一个返还的形式 就是来对这些新的卖家作为一个服器的一个政策 你的意思是说平台会返还佣金给卖家 对 哇塞 这个我知道Ebay是有营销流量的这种支持 但是这个佣金支持 看来我得有多留关于Kalvin 那我其实第二个问题特别想问的 就是在过去一年时间 整个中国跨年商的卖家其实出了很多的风波 有人在里面是亏了不少钱 那在Ebay的过去一年中进入这种新卖家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组成 然后他们各自的比例 然后实际情况下 我说是新卖家 我知道老卖家也很强大的 新卖家进入其实分几种类型 在过往的这一年里面我们看 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电商 做国内电商 他们转型做这个跨境电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说品牌商 品牌商它本身已经是在国外是做这个传统贸易出口的 对 比如说国内的一些鸡鸣的这种鸡鸣的品牌 比如说在去年我们跟在青岛的海耳电器 他们也已经进入了Ebay去 在Ebay这个平台上面去销售他们的产品 对 这种类型其实是占主要的 当然还有一个不小的一个群体 它的这个成长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就是说工厂型的这个转型 但是今年我们会很关注这个群体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大的福奇呢 产业大的福奇 这主要就是帮助这些传统型的这个 制造业他们去往跨境电商做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调整 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因为我们很清楚 这Ebay的整个经营逻辑跟友商的经营逻辑 单单账号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Ebay的更多是一个一个门店 那其实如果是像制造商或者它国内的零售品牌 它的SKU可能不像一些很资深的Ebay卖家 是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 它可能就几百 那像这种卖家在你们心 在过去这一年时间 你们有碰到吗? 他们的成长性怎么样? 我们在过往两年左右的一个大概的数据来看 就是现在在Ebay上面成长的新的卖家 我们叫新的成长比较好的卖家吧 其实他们的SKU的数量 其实比以前都少了 很多的 通常我们现在进来的新的卖家做的好的那些 可能就是几十个到一两百个这种数量的 它的成长速度反而是比较快的 我不是说做的多SKU的它的成长速度会慢 而是说从我们平台福奇的这个力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你产品太多 你这个卖家对于这个产品的打造 以及这个运营上面其实它的压力都非常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现有的一些大的卖家 它的这个数量 它的这个数量 SKU的数量也在过往的几年 每年是以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这个速度 来减少 对 它的SKU的数量 它减少 但是它并不是说以SKU的数量 而作为一个主要判断你能否成功的一个因素 对 那其实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去年我曾经采访Cavin 我就问过他一个问题 但是他没有跟我讲得很透 就是他去年告诉我 一般新卖家要活过那个死亡九个月嘛 对吧 过去这一年这些新卖家能成长起来 他们其实死亡的大部分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们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来统计过 但是我是真是有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个案 有一些卖家进来他可能做了一段时间做不下去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熬过那段时间 那那段时间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呢 我们跟友商一些平台不一样的一个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 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的成长速度会慢一点 我举个例子用数据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从你进来一个月的这个营业额从0做到10万美金 对 你在eBay上面的这个时间 你可能需要用到半年甚至到一年的时间 你才能做得到 对 我说的是大概的一个数字 对 但是说你在其他的这个平台 有可能你是需要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你投入很多各种买流量的这种这种 这种广告费的投入你可能成长速度会快 但是风险不一样 因为你在eBay上面你经营的是一个一个店铺为一个基础 是 只要你这个店铺做起来你的基础打好了之后 你从10万到50万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 是 很多很多卖家在这些洗掉的这些卖家群体里面应该是从0到1的这个阶段 他受不住 就煎熬 煎熬 然后选择了这个放弃 那这个就是主要的这个 这个 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之前也碰到一些从别的友商平台转站做eBay的 就有极少数的人跟我说哎呀我的这个增长 绝大部分可能就是他们跟我说我做不好做不懂 可能是我用别的平台的游戏规则来做 真的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 阿米良心推荐SkyE包年收款套餐 全年免费收款 亚马逊一倍美元卖家 开通单个店铺只需每年1666元 提现当日固定汇率透明可查 无其他手续费找米哥专项米粉优惠